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拍什麼 今天我們會拍一些國際的品牌 在越南跟台灣的念法有什麼不同 其實越南的拼音也是分ABCD 但是其實越南人念ABCD的念法是大概 就是ABCD 對 所以就是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在越南生活嘛 所以像是我去越南買衣服的話 一開始我都跟聽員說 我要S號 我為什麼很好這樣 你越南人聽不太懂 S號 後來我慢慢去買衣服之後 才發現其實是要念 像是XS 大家是不是念語音聽聽嗎 你或是你的我的O 是不是要在A和在M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最後我就慢慢知道說 像XS、S、M、L、XL、2XL 其實在越南是要念 E-S、M、L、I-L、I-L、I-L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是要去介紹一些國際的品牌 在越南跟在台灣的一些不同的念法 在我們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好 Let's go 第一個 這個是台灣的手機品牌 台灣的是HTC 在越南呢 在越南是HOTC 在越南有在用這個品牌嗎 在台灣比較少一點點的 越南也是啊 現在比較少了 那越南的話都是用什麼 嗯 越南就是用很多很多 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是比如三星、iPhone 哦 這些大品牌這樣 對啊 像三送的話在台灣叫唸三星 三星 在Apple的話台灣就是唸蘋果 蘋果耶 好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的話是 汽車、汽車品牌 這個在台灣是唸賓士 在越南 賓士有什麼 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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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在越南呢 越南是Messere Messere 就是前面的Messere Messere 跟他很像的 B&W那個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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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也是唸B&W 但是有另外一個唸法 叫做寶馬 為什麼會說寶馬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寶馬 但是大家都唸寶馬 但是寶馬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叫寶馬 還有其他的品牌 像是 這個是台灣唸奧迪 那在越南的話 奧迪 奧迪 其實差不多 好下一個 這個的話 在台灣是唸現代 汽車 或是唸 平台 蛤 平台 這個 啊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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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越南呢 越南是Hindai Hindai 好下一個 這是韓國的嗎 對 這是韓國的汽車 好下面這個是跑車 這個在台灣是唸 寶石捷 對 那在越南怎麼唸 越南是 Potche Potche 好謝謝你 那這個在台灣是唸 福斯 在越南 在越南怎麼唸 越南是 Potche 哇 這個就有點差別了 是不是我這樣唸 不知道大家 好第三個 台灣是唸 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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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玩的嗎 兒童樂園這樣 這是越南怎麼唸 這是東話片吧 對 東話片也是 Litney Litney 好 這個有點差別 好下一個 這在台灣就是唸共茶 這 越南是 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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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 這是台灣的吧 下一個 這個是台灣的吧 對對對 那個 這個是台灣的 這是台灣的機車品牌 摩托車 摩托車 在越南也有 這個在台灣就是唸三陽 或是SYM 廣告都是SYM SYM 啊在越南咧 廣告也是跟你一樣 SYM 但是可能唸就是為了SIM 唸什麼 SIM SIM 好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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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台灣的筆電品牌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唸維新 台灣唸維新 維新 這個在越南怎麼唸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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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唸 M-E-S M-E-S 好再來下一個 這是精品 在台灣唸香奈爾 噢 假妞 我全都用 了解 好下一個 這是那個牙膏 就是我們在刷牙那個 這個叫做高露節 高露節 跟這有關係嗎 高露節 我不知道台灣就是念高露節 高露節全校牙醫護理專家 高露節 不知道 高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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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剛那個貢查 不是這樣 高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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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素食品牌 薯條 炸雞 這個台灣唸 麥當勞 越南怎麼唸 マドーナン 這個是一個咖啡品牌 我在越南其實也開很多間 然後每次去我們都超多人的 我們在越南還沒喝過 這叫做星巴克 在越南念什麼 因為台灣怎麼都念的不一樣了 セダバ セダバ 什麼 セダバ 台灣もセダバ 還沒喝過 帶你去喝 這是一個電商品牌 很有名的 在美國 這個是念亞馬遜 這個是怎麼念的 亞馬遜 因為為什麼又說亞馬遜 不一樣是不是 不一樣 這個咧 越南怎麼念 因為我們會把一些英文 然後講得很長之後 會變成中文 會變成一個面法這樣 開始 這個 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我之前在越南吃飯 我都跟店員說 給我一個Coke Hey can you get me a Coke Yeah Coke是什麼 阿門一頭霧水 後來我聽久了 你要怎麼叫 來這個怎麼念 Cocca Gola 這個在越南要念 給我一杯 Cocca Gola 那這個在台灣的話是念 可口可樂 有點不一樣 好下一個 越南是比較多人喝這個品牌的 Pepsi Pepsi 對 越南很多人喝對不對 有一些是喝可樂 有一些是喝Pepsi 這個的話在台灣是念 百事可樂 百事可樂 百事是什麼意思 就是Pepsi 叫做百事 J 這個叫做 這個在台灣多嗎 這台灣蠻多的 就是這個手錶 我們的學生都用這個 我們學生也是用這個 然後它還有一些計算機什麼的 還不錯用 這個叫做 Caseo Caseo 對 真的念Caseo 等一下這個我猜越南念什麼 這個越南念 Caseo 龍仔 Caseo Caseo 對 這應該是念Caseo 這個是電腦 這個是電腦 記得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不是中國的 在越南就很有名 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台灣是念ASUS 對 或是華碩 華碩 華碩電腦這樣 電腦 對 啊在越南咧 ASUS ASUS 超 好 那我們今天簡單的介紹了 30幾個品牌 在越南跟在台灣 它分別是怎麼念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認識這個品牌 想知道在越南怎麼念 可以 幫我們在底下留言 我們會解答你這些品牌 它在越南怎麼念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掰掰